對他來說是好事,只要兩個人要死的話 對他來說都是一個... 他剛剛好像籌碼是稍微被cover一點點的 3.3,對手是3.7 對,好像是蠻接近的 對,蠻接近的 所以,Jason,有一個困難的一種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做嗎? 我玩這個遊戲很多 所以我經常會這樣做, 但它們不一樣的 它們是不一樣的 它們不一樣的 它們是75-25的 所以,它們是75-25的 但它們不一樣 我感覺到我做得很好的 但這場賽是不一樣的 但這場賽是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不是我的天 所以,今天不是我的天 是另一個最後一場 是另一個最後一場 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类型里面的类型,你建立了快速,那肯定很高 是的,它是一个重点的连接,我喜欢玩的游戏, 我感到感到有时远的玩家,我感到感到有时候赶紧去学习的游戏, 我感到感到很高兴的每个人都会在这一天 然后,你会有每个游戏的游戏吗? 如果一大小的 cash game breaks out I'll be playing most of the tournaments 你 must tell me what it's like to go back to Texas Hold'em if you jump in this six-handed is it quite boring to see a do six in your hand? no, I think standard Hold'em is a great game I might be thinking I have a wheel draw for a few hands when I don't but I really enjoy Texas Hold'em as my first love and I still very much enjoy playing it fantastic,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Jason for sure and we'll talk next time we can see the 4th player Jason Kuhn he received a short interview he said he usually play a lot of games but he asked if he just left the game he said this is not a big deal this is a 75-25 game 75-25 game 75-25 game so he thought this game by the way by the way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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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a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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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he said he also used to be in 那天发生 相对于长排来说短排的波动更加大 那我们排手之间看到的那些Badbeat 他们面对短排的Badbeat 应该会心里更加的麻木更加的看淡 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桌的情况下我们齐不利的开始施压 拿到了一手A9同色 在枪口位选择加注30万 那这个Roman这边应该也是会选择跟注吧 虽然是有点小可是他有一些位置的优势 对 七八同色相对于八九同色来说就逊色了不少 而且他现在不知道的是他的花色被对方给压着 对 所以还好没有出现买花面 目前两位玩家都没有特别强的牌 前置会全都check 那既然对手check 那我在这里就可以打 25万的下注 A9在这里的概念是比较的差 虽然我们上帝视角可以看到A9是战事领先 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并且由于位置的关系 他这里是非常难去跟对手进行一个大底池的游戏 这是一个位置的优势啊 对 这个短牌游戏里面位置的优势实在有点太过于重要 在这个扑克游戏里面 那个位置的优势就自动让你排力提升 加成的概念 他是选择Race 操作对手 哇 check race 哇 啊 GV的现在开始使用一些翻后的激进剥削 他的山一样的筹码就是他的弹药库 他现在要超出弹药库的一把把武器 去向对手射击 这一手强势的check race就 给了对手第一枪 你给我老实一点 而且你做过这件事情之后 的确 在遇到类似的状况之下 真的会安分一点 因为被charris过一次后来就乖乖了 对 就像我们在网上打比赛的时候 我们会看对手数据 我如果设置一个 比如说对手charris很高 那我在后手位置 三bet 我的那个IP的bet 就是我的bluff 我就会减少 因为他太长charris 对 所以我就会根据对手来调整 对 那在现场上我觉得就是 可以 在筹码多的时候 可以玩弄一下这些 东西跟概念 让对手 误判 因为 尤其是在比赛之中 你那个筹码量啊 其实都是 我觉得在比赛下 在网上比赛的后期 数据就不是很管用 因为 对 每个抽 所以抽码量的多寡 的增加跟减少之后 你抽码越多 势必 你一定会打得越松 对 调整 可有些人可能觉得好像 不知道 我干嘛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对 不过如果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 像 OOP 他的 check race的指数比较高的话 我在 in position的时候 我可能会做一些 小的bet 就是 当我有牌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很小的bet 去induce 对方的一些check race bluff 其实就是你的bluff 跟你的bet 都要打小 因为这样你也是 第一个是induce对手 check race 第二个是当你bluff的时候 你也不会损失太多 对 所以这是一个蛮平衡的 下注的一个尺寸 对 我们的第一本现在开始频繁的攻击啊 再次拿到79 哦 这手牌是有点差 对 蛮差的 这手牌是非常差 感觉是个4-6不同花 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因为专位的牌 也一般啦 A7这我牌也真的一般 A7这我牌甚至好像还打不过勾式 是落后的 应该是落后的 我们的Chip Leads现在要喝一罐绿茶来解解可放松一下心态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hip Leads在UTG又拿到了一对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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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這邊K-high check的好處是他還是有一點show down value 在如果大家都沒有擊中的狀況之下 他的是Nuts的 沒東西的Nuts 而且他還有高牌Nuts 還可以抽K抽Q抽Flush 所以這邊Check我覺得是蠻ok的 他完全可以Check code 因為一旦被操作Check Race的話 也蠻煩的啦 因為你也不可能把NutsFlush都蓋掉 對 他在沒有拿到的情況下會盡量多的 盡量多的去看下一張 那這邊Check 104B應該是一個Easy code 這不Easy喔 因為他這裡做了一個超值下注 可是他這邊有卡順 然後Nuts做 這個超值下注其實蠻蛋疼的 給他的賠率特別的差 對30萬下注了50萬 這個66打得非常的好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會更 因為畢竟你抽牌的機率還是蠻高的 對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46的盈率 但其實他不知道啦 他可能覺得是只有黑桃的勾 這個超值下注這個66 我覺得有一點點 可以完全可以 我覺得沒有一些Block會不會比較沒那麼好 那這手排66 應該是拿下的 燈上的超值下注對手很難在合牌 他如果過牌的話對手在合牌很難偷 他66但是會覺得自己現在是小了啦 對啊 這時候被對手Block會對手開不了牌 對 可是對手還是贏一些Jack Queen 對手沒辦法去Block他了 因為他燈上超值下注 很可能Rever是Jack Cole的 很有可能 蠻糗的 對 他現在看到對手收出一對六 居然氣死了 對 對 他現在非常那麼開心 真的是有點糗 被人拿足了價值 其實這個Check我覺得 應該 我覺得我會 我可能會轉Block吧 很難啦 因為對手TUN上的超值下注 代表了蠻分化的牌力 OK 以你的風格來說 假設你超值下注的TUN 其實Rever的那張疊牌也沒有影響太多 如果你真的有大牌 你會不會再繼續打 因為你Check 你沒有位置 那就Check掉 Check Call 我會Check Call一些Block 你說順子嗎 Block這手牌在TUN上 是一個可以超值下注去抓對手的 因為像我手裡拿Block的話 我BlockBlock上的任何一張 我覺得還是可以做一個Value Bad 然後可能Block4吧 Block 不然你看如果Block這邊Check 然後對手Check 出了一張疊牌 出了一張攻隊的話 Block還是有Check Call的可能 我會可能是 因為你要想 我Block在TUN上的超值下注 抓的是哪些牌的Value 有可能是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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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Block都是Check的 對 所以你Block在TUN 你在這邊Block 除非對手是1010 對啊 也有一些90 然後一些像A10 因為比如說弱A的話 的確在Block可能會開槍 可能不開槍 但我一旦超值下注得到了一個支付的話 那我會把他的牌力架在兩隊左右 兩隊 強腳牌會有兩隊 那腳牌的話 其實面對我的超值下注 他合牌是蠻難偷的 他有這個魄力 我給你又怎樣 對嗎 對 他有這個魄力 在TUN上拿就是強聽牌去摳住我的超值下注 如果再合牌再做一個大的Block 那就給你了 對 對吧 我下一次再來跟你糾纏 但如果是出現疊牌的情況下 我會 我會傾向於 我用Block來Check Call 因為對手反而這個時候 在TUN上支付我的兩隊set 擊中了葫蘆的概率很大 這樣講蠻有道理 Block應該是蠻適合來Check Call 對 我們在上帝之角看到 他這裡是66 那K圈跳出來打一球 就可以把對方打蓋 但是 我們並不能每一手牌都看到對手的底牌 這才是這個遊戲的魅力之處 我們現在看到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天哪 天哪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 太扯了吧 太扯了 今天桌上所有的AA都被他拿走了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他拿AA的時候 人家都有牌 對 一個是對到S-King 然後另外一把是對到 對到什麼意思想不起來 一把是對到S-King贏了 一把是對上了 AA是對上什麼 A-10 A-10 對 induce對方 就埋伏對方 然後A-10在裝位直接噴出來了 對 我們的Romaine這邊 Romaine現在在想 其實他的名字應該叫 Homain Homain 法文嗎 R是發H的音 在法文裡面 所以這怎麼唸 我沒有見過後段段這個名字 阿卡 阿卡 他才先把牌拿起來看一下 喊了口氣 這是Mushin 我在Live看過一個蠻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每次那種AA啊 幹嘛有點S-Low-R狀態 每次都被吵車 這個也不算S-Low-R狀態 這是什麼順命論嗎 這個也不算S-Low-R狀態 他就是 確認一下自己S-Low-R狀態 搞什麼啊 這個 這個太旺了 太扯了 這個 2A變成6個A 6個 35%的勝利 對 那在短牌的時候 前面阿童應該有跟大家聊到吧 因為短牌的 一張的機率大概是3% 對 長牌是一張2% 2-4法則變成3-6法則 對 好 最後6張牌有沒有機會呢 看看能不能頂住 好喝一口綠茶 他現在在笑 你有很好的預感嗎 沒有 沒有 這個Hands Up 應該是一個3比1的籌碼 對 那我們同時 雖然被淘汰 也恭喜我們來自法國的 Roman Roman 獲得了本場比賽的第三名 應該是可以拿到 也很多的獎金 應該有三四百萬 超過四百萬應該 接近五百萬吧 應該 五百萬 差不多應該五百多萬 像我們直播間 大家一直都在說天選之子啊 對 我正在爭執著你 謝謝 真的是非常地偏選 我們可以看到 切到 500K港幣買入的 No Limit Hold'em 6 Max比賽 Day 1 我們的Sand Greenwood 這邊有一個頂隊 選擇下注八千 又是我們的 歡迎Bangkok 那手上的Richard Miller 還是一樣的閃爍 跟他的今天的 衣服非常的 搭配 所以他可能會不止 不只有一隻 要配衣服 哇 幾百萬的錶來配衣服嗎 哈哈哈哈 這個很難講 是多有錢 好他這邊選擇 Check Race 用一個S High 那這邊頂隊應該也是 不會輕易的放進 我沒有看到 翻牌前 跟Flop是怎麼打的 翻牌前應該是一個 有 COA加注 小盲衛抵抗的人 現在後手是36萬 抵是7萬多 在開不了牌的狀況之下 這邊我覺得應該 要Buff Chelis這個turn 這邊應該勢必要Buff 那對手也只會快贏扣 如果真的有牌只能給 可以了 那這裡還是吃負了 可以吃兩隊 應該也是會仔細想一下 因為畢竟 Jack Queen還是中順 可是這邊就是 他的Top Ranger 這裡應該是蓋不掉他的K1是兩隊的 可入 他選擇了Call 我們看到這場比賽是有Shot Clock 每個人生前有一些黃色的牌子 是他們的Time Bank 阿頭這一桌的資訊 有幾個玩家是沒有看過 二號位這一個 這個蠻可愛的長髮小胖胖 這個沒有看過他 不認識 對啊不認識 以前高爾玩家沒有這個 沒看過這個臉孔 我的歐美選手還是稍微有一點臉嗎 哈哈 我本身也了解 特別是對美國的玩家 了解不是很多 好 那這邊我覺得有可能會是個3B嗎 那這邊是一千兩千 所以 有效籌碼其實都還蠻多的 都將近還有 八 九十個大碼 對 那這Cardoff 當然我覺得這邊4B回去也是蠻標準的 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可以選擇4B的 但AKS這手牌也是可以打個反後的 嗯 畢竟對啊 可是他是Cardoff這牌有點太大了 他選擇4B 4B到3萬7 啊 所有的4B不大 球跟住 球跟住 那A口去做了一個邊緣的跟住 在有位置的情況下 嗯 嗯 這是一個勇者Flop 顏色對 花色不對 對 兩位玩家都沒有任何一張方片 也沒有任何的擊中 那麼 專業玩家基本上是 優勢特別大了 可以說 可是畢竟是個4B的底詞 他也不太敢亂動 但現在專業玩家的優勢真的非常大 好 好 好 現在有4張Diamond 可是 這是一個機會 是一個下注的機會 對 如果選擇G-Check的話 好像就沒什麼 辦法拿下 啊喔 好 是一個Chop 若是你在IP你會Blob嗎 會 會 一定會 這裡的在精神面 特別是單張成花的面 特別是國內玩家的技術上有一個大環境上的漏洞 就是在這種面上 IP位置太少的Blob 太少的Blob 舊牌我會選擇在TEN上 後幾位 我也會選擇在TEN上 對 而且我覺得 這Blob一發就夠 因為你在這4BP上面 你在這邊打 對手有Diamond就一定會跟 所以基本上TEN被跟我就放棄了 對 而且因為你一旦TEN選擇放棄 River 那麼你這等於失落 那麼你在River的話 對手先行動 你給了對手操作的空間 對 除非打得更激進一點 你是想好了 就是TEN上Check的話 River是 打一個POP River是面對對手的Bet 你要做一個Ripluff 但你手上是沒有任何的Blob 你沒有任何的阻擋牌 很難操作 我是如果TEN如果Check 對手RiverCheck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TEN沒有打我就放棄了 對 我在這裡在裝位 就是In Position之後 我一定會在TEN的TEN上打 一定在對手Check之後打 我覺得TEN的Bet會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如果我處於一個 大家都Under Bluff 然後Under Call的環境 我會Over Bluff Over Call 去平衡這個環境 上的漏洞 對上UTG Open 14 WOW 我們可愛的 Handclim 是這樣唸嗎 對 他長得很像 他是縮小版的那個 哈里波特裡面的那個 上網 找找看 有他的資料 那個大 大個子 啊那個 海格 對海格海格海格 他是不是要選擇慢打 後手是 20萬 可是他沒有位子 選擇冷 又是一個4B 這張桌子有點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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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打架也是真的有牌 對 你們搞的什麼東西啊 連續有兩個4B POD 對 好看看 這是我們熟悉的WASM 剛剛從 短牌的比賽中 Jump到這裡 後手是139000 這裡是一個 很艱難的決策 再忙住一千兩千 做了一個5比20 得到了一個快速跟注 我剛剛查了一下GP HANKLAND 雖然是 真的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 聯盟 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來自丹麥的玩家 丹麥排名第二 是嗎 然後他的生涯獎金有320萬 320萬 他也有去參加PCA的比賽 是嗎 PCA也在 就是今年 那我們今天都應該見過他 只是沒有記住而已 對 可是他應該是第一次來打Triton 因為上次我沒有看過他 對 應該是 專制復刻的比賽 也會吸引越來越多的 高額玩家 高額玩家 對 非常的冷靜 跟看淡一切 對 在這種高額 就是 大家都是好像習慣了 對 如果是在這種 一般的那種 比較娛樂系的比賽 大家就 啊啊啊啊啊啊 就大叫 暫時來垂胸正足 對 你看兩位玩家不管是 就是中圈的還是AA 對 兩位玩家都彷彿 好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對 就默默的看著 那代表說 嗯 這他是職業的 沒有露出痛苦的表情 這位玩家 呃 在PCA的時候 是不是有拿到好的成績 他好像 我剛剛看他的成績 他只有進入一個前圈 他上個前圈 就在PCA PCA是10萬毫克賽買入嗎 我看一下 啊對 是10萬毫克賽的 第 第二名 非常強喔 是一個 是一個 10萬 是10萬美金買入 報名費的 毫克賽的第二名 然後獲得 128萬美金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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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PCA 之前有一個 PSPC的附加賽 所以吸引了 超級多的 玩家 對 我們看到現在 這張 Future Table 我們的 BANCOX CHIP LEADER 雖然輸掉了一些底次 嗯 我剛剛在旁邊走路過來的時候 我應該沒有看錯 我看那個 Steven Chewick也是在 啊 Chewick是在 他是我的偶像 是嗎 對對 他昨天有打比賽 他跟那個 Justin Bonomo 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拍手 是嗎 他們 其實在 WSOP 在 巴塞隆納 在 巴塞隆納 在 蒙蒂卡羅 都有跟他們兩個人同做過 WSOP 是那個 EPT WSOP 也有同做過 都跟他們兩個都有同做過 然後 BONOMO 就是超級穩 兩個的風格都是超級穩 對 然後都沒有表現 而且 我覺得 最 我覺得 很值得學習的是 那個誰 Chewick他 有一件很難 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卻很難做得到的事情 什麼事情 他打牌不用手機 啊啊 他打牌是手機 是不會看到他用手機的 他是非常專心在每一部牌 因為 看他打牌 就像一尊石佛一樣在那邊打牌 非常的穩 那 那是真的 真的蠻厲害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你怎麼講 就是 就像減肥一樣 你知道要怎樣才會有辦法減肥 可是 你會控制不了 你吃東西就贏 那現在大家都習慣用手機滑手機 就是 對 在比賽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在裝用手機啊 聊聊天啊 剛剛被卑鄙了啊 拍照 可是你在Chewick看他打牌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看他用手機 我就還會用手機來發朋友圈 我也會啊 對啊 就是 這件事情是 可是 的確你手機拿掉 是一個有效讓你自己進步的一個方式 對 說到減肥好像 欸大可你最近在跟人打賭 做一個減肥的賭約喔 對對我跟妳講 就是我們是PokerPlayer 總是要有點賭注 不然妳看 一直下定決心要減肥 可是卻 都是減不了 那 目前我們有五個朋友在 減肥的一個賭注 目前我 我暫時算是 領先 沒有領先 大概第一第二名左右 所以還是有點壓力 我現在大概瘦了大概七八公斤 我靠 我大概要瘦到二十公斤才會贏吧 喔 不可能的 二十公斤太誇張了吧 對啊 可是我們本錢足夠 因為前陣子胖到一百公斤 哈哈 所以現在瘦現在九十二 九十三 對 二十公斤 哇聽起來就很恐怖 其實在撲克圈 你們可以常常聽到很多很奇怪的賭注 不過這個減肥賭注還可以啦 因為也是為了健康 那上次我還有看過 有一個什麼 兩個PokerPlayer打賭 說妳要在密室待三十天 對 然後還有很多啦 蠻有意思的 我們現在解說的是 傳奇撲克長牌的 No Limit Totem 五十萬港幣買入的六人桌比賽 那之前剛剛的那場比賽 是進行到單挑階段 那兩位玩家是進行休息 稍後為大家帶來單挑的關亞軍爭奪解說 對 那這邊解說的是 我是來自於台灣的 直接排手大亨跟我們 剛拿下我們EPT第二名主賽事阿童 在我們稍後會帶來那場單挑的解說之後 今天的賽事也會重新聚焦於這場目前正在直播的長牌的比賽 這次我們的傳奇撲克系列賽一共要打八天 有非常多的高買入的賽事 主賽是200萬港幣買入的長牌 之後也會有大家非常關注的一些國際一線排手 以及在中國非常有名氣的 TOM THE WONG 一些人會過來參加比賽 目前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國際一線排手來這裡打牌 並且之前已經有一場比賽結束 這是25萬港幣買入的短牌 也是我們的開幕賽 我們熟悉的Justin Bonomo 是拿到了這場比賽的冠軍 而且我有看那個Bonomo的介紹 他有每天早晚各一個小時的冥想 對 我看到過他做冥想 在賽場的時候 就在那個巴哈馬PSPC 其實最近我有在接觸冥想 我覺得蠻有意思 其實冥想就跟 中國的氣功是一樣的東西 可能會有點差別 然後 但我覺得冥想會更加的 可能他們現在科學理論上面更加多一點 對 因為我聽到聽說很多 牌手都有在做冥想 而且都是一些成績非常好的 我們現在好像是進行到一個休息 進入到一個休息 好那我們稍等馬上回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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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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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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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